进一步的生长 侵蚀到我们的基层 包括大量的癌组织 在弓腔内发生一个溃烂感染 那么病人就会出现一个分泌物 出现一个血性浓性的分泌物流出 甚至还包括一些癌组织 这就和我们初期的阴道分泌物 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这个子宫内蒙 相对我们比较引力的疾病 它很好 它很爱表现 它动不动就会让我们知道 这是它的一个好好的地方 是吧 然后呢 就是如果说是晚期的一个子宫内蒙癌 一些特殊类型的 特别是僵液性的子宫内蒙癌 它到了晚期之后 会出现类似卵巢癌的一些症状 会出现盆腔包块 腹水 病人会感到疼痛 很晚期的病人 当它发生远处转移的时候 它比如有腹股沟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肺转移 但是它是体现的 但是它是体现的 没有与护肺炎 我以为它是体现的